大家好,我是橙子 今天做一个特别开会的泡椒豆豉焖鱼头 爱吃辣椒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这道菜,真的太好吃了 鱼头老板已经帮我处理干净了 我买的是半个,放一点盐跟米酒 拌匀之后,给它腌制10分钟左右再洗掉 这样腌出来的鱼头一点土腥味都没有 再来准备一下其他的配料 我这里准备的是姜蒜、葱头、青红辣椒 还有泡椒都给它切碎备用 鱼头腌好之后给它清洗干净 挤锅烧油,把洗干净的鱼头放进去煎到两面金黄 大家在用铁锅煎鱼或者煎豆腐的时候 一定记得把它煎黄了再翻 不然的话就很容易粘锅 鱼煎好之后放把豆豉进去 把刚刚切好的配料也倒进来翻炒一下 炒香之后沿着锅边淋入一圈米酒可以去新增香 浇适量的生抽、蚝油、一点盐 再来一点鸡粉调味 放上去鱼肉浇适量的水进去盖上盖子 焖个十分钟左右 把鱼头焖熟焖入味一下 鱼头焖入味之后撒上一把葱发就完成了 底下的汤汁一定不要受的太干 这个汤汁拌饭真的是绝了 简单又好吃的泡椒豆豉焖鱼头 你们也试一下吧